改變自己的人是比較自動、比較主動 一方面自動、一方面主動 我希望各位了解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怎麼想 它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感受 你看同樣的天氣 有人覺得很好、有人覺得不好 它是客觀存在,但是你是主觀的感受 老闆如果喜歡打乒乓球 他的幹部回家拼命練乒乓球 老闆如果喜歡打籃球 他的幹部自然會主持一個籃球隊 因為中國人眼睛是往上看的 不用你說 他會揣摩你的心思 他會投你所好 他會表現得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其實不是 老闆喜歡打籃球 幹部就很麻煩 你一定要組織一個籃球隊 而且要找到對象 跟你有互動 每次要出去比賽的時候 幹部一定要派先頭部隊過去 拜託 拜託 不要讓我們老闆吃火鍋 拜託 不要贏我們太多 拜託 你一定求一大堆 不然你回來你就完蛋了嘛 但是很多老闆是不知道的 很多老闆都說不可能哪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知道 那幹部很可憐 所以為什麼當老闆呢 你的喜好盡量不要讓你的幹部知道 否則你會影響團體的這種情緒跟運作 因為什麼 因為你喜歡籃球 幹部裡面籃球打得好的 都獲得升遷 這是現實的問題 那他不會拼命練啊 不然他就沒有前途了 老闆有什麼嗜好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跟幹部扯在一起 可是我們偏偏很喜歡這樣 你看老闆喜歡喝酒你就慘了 幹部每一個人再怎麼練 也要把酒量練出來 要不然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跟老闆謀合嘛 你就得不到他的信任 那整個的文化就犬斜掉了 就歪曲掉了 就偏了 改變別人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改變自己 這是我們常講叫以身作則 改變小孩最有的辦法 就是爸爸自己改變 那你會問我如果爸爸改變不了怎麼辦 我可以想得很具體 我們除了以身作則以外 還有一句話叫做 以身為戒 這以身為戒很少人講 就是我是爸爸 我抽驗沒有辦法改 我就告訴我兒子 我說我這個抽驗的 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 但是我就是改不掉 這是我的毛病 你要不要學 你自己看著辦 用我自己來當作你的一面鏡子 你知道警戒 我會受到效果 非常好 你不一定要說 為了做你兒子的榜樣 你就一定要 那你太苦自己了 你那麼苦幹什麼 做人做到那麼辛苦幹什麼 你坦白跟你兒子講 我什麼我都戒得掉 就抽驗我妹 那你要不要抽你自己決定 兒子反而不抽 你一直罵他男子經理好笑 你抽到現在還在抽 那我為什麼不能抽 不完全以身作則 因為我們做不到啊 我們不是聖人 以身為戒 說我有這個毛病 你要不要犯 你自己看著辦 我改不了 但是你要不要犯 你要不要將來很痛苦 你要不要將來也像我一樣改不了 你看著辦 這才是好的教育方法 當老闆的 不要把自己的嗜好 強加在你的幹部身上 你會整個的公司文化 都受到扭曲 我們自己的情緒 一定會影響別人 一定會影響別人 所以你看啊 做媽媽的 如果她的情緒很平穩 這一家人一定相處很快樂 一定很快樂 但是我們發現 很多的父母 本身情緒激動得非常厲害 那小孩跟她在一起 就沒有一種安全感 完全沒有安全感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挨打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叫去罵 那她的情緒怎麼會 健全 不可能 所以我也很坦白講 說我們家裡面不要 有什麼事情就罵 有什麼事情就講 不要 每天規定一個時間 說我們每天晚上 七點半到八點 這半個小時 我們全家人集合一下 看看誰有什麼錯誤檢討一下 除了七點半到八點以外 所有時間都不要談這些問題 這樣就好了嗎 你完全不講不對 看到就講 那所有人都怕得要命 當領導也是一樣 你是個成熟的人 你就知道這時候講他幹什麼 等下了班 把他叫來 你覺得今天怎麼樣 他說我那件事情很抱歉 你說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知道就好 不講等於講 不講比講效果還好 當場就罵 那你就發糞臟氣嘛 你是在發糞臟氣嘛 那你情緒不好 別人情緒怎麼會好 可見我們所講都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的 你只要記住幾句話 第一句話說 你的情緒會影響到別人 第二個你要讓別人平穩 你就要自己先平穩